交通部长陆兆福宣布 政府将给予全国公立高等教育机构学子们 300令吉的机票补贴 以减轻广大学子往返西马半岛 沙巴、沙拉月以及那米的机票负担 这项举措将从8月15日开放申请 这笔300令吉的津贴则需在10月31日前使用 陆兆福表示 交通部此前已含高等教育部 大马航空委员会Mafcom 以及航空公司展开了一系列的商议 内阁则在今日统一落实这项举措 这项举措预计将156000名 公立高等教育机构学生受惠 总拨款预估为1680万令吉 陆兆福还提及 这项补贴仅限于马航 亚航、巴迪航空、飞银航空 EG、Mailan这五家国内航空公司 同时仅限于购买经济舱座位 陆兆福还阐明 由于申请者首先可到交通部网站 查询自身是否具备申请资格 必选择上述的其中一家航空公司来申请机票补贴 航空公司收到申请之后将把价值300令吉的余额发放至学生户口 若购买的机票价格低于300令吉 剩下的余额将会保留在账户中 以用于购买下次的机票 但如果申请者不符合资格 可透过就读学府向高教部提出复合级申诉 这项举措只在减轻功力高等教育机构 学职在学校假期时的返乡经济负担 入兆福补充 只有符合以下条件者可提出申请 位于西马半岛的沙巴、沙拉院 或那名的学生 位于沙巴、沙拉院那名的西马半岛学生 位于沙拉院或那名的沙巴学生 位于沙巴或那名的沙拉院学生 以及位于沙巴或沙拉院的那名学生 各位观众朋友们 赶快把视频分享出去 还通知目前正在功力高等教育机构求学 特索林优社以及亲戚朋友们 点击订阅按钮观看更多新闻时事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